大家好,我是尼豐IT的Digital Team的3D中 可能大家經常會看到我到處,因為我經常到處走 上班的時候經常到處走,因為我去不同的組織去傳授3D的知識 所以我經常到處走 所以如果大家有用3D的難題或者想我介紹有什麼軟件可以幫到大家 其實都應該可以E-mail給我,可以打給我 去問我究竟有什麼3D的解決可以幫到大家 記得找我吧 今天我很榮幸Learning Team找了我來介紹一些3D的軟件 但今天我打算介紹一些很平民,大家都在用的軟件去玩3D 相信大家都在用Windows、Office 今天我們就是用PowerPoint來開3D 就是用PowerPoint來開3D 相信大家都在用我們的3D的計劃是Digitalization 所以大家應該都會在用3D的 或者在處理一些用3D去做development的項目 相信大家沒有畫過都會看過都會處理過 即是我們會去告訴一些設計師、工程師、工程師、工程師 或者是製造員聽 究竟我們想怎樣 或者想我們的產品是怎樣設計的 有什麼理念在裡面 如果我們可以很快速地使用3D 即是速度 大家可以效率就快了 做的又多了 又輕鬆了 然後就早點下班了 所以 長話短說了 我們現在開始看看 怎樣用到我們的PowerPoint來玩3D 基本上我們Windows已經是跟3D非常整合了 即是Microsoft的Windows 絕對是比Apple更厲害的 我們有這個叫做Mixed Reality Viewer的一個Software 這個就是可以開得到Designer、Engineer、研究室或是廠商提供的3D 雖然不是各種各種的都可以開得到 但大部份也是開得到的 之後你也可以問我 那我開的是什麼BOMAD 這就是DOT FBX 還有另外一些obj的 之後我會再開一些影片去講解 今天我們去嘗試應用一下 這次的3D就是我們廠給了3D的版本 我想有些修改 我想這裡高一點 或者我想這裡高一點 我一會兒會介紹給大家看 怎樣可以讓我們留言有用 首先在留言之前的展示 雖然這樣去玩3D已經很漂亮了 但原來我們用PowerPoint都可以做得更漂亮更加齊整 空白一片就不太好 我們去找找一些要重新開的 對 我們重新開PowerPoint 看看究竟有什麼好幫手 例如我可以選擇這個帥氣的 Template 這些字我們都不知道打什麼好 不過我先把它打開 齊整一點 原來我們有一個insert 就是insert 裡面可以有一個3D model 我就按錯按鈕 但按錯按鈕也好 因為原來Windows 原來它現在做了一個remix3D的平台 裡面就有包羅萬有的3D 簡單的3D可以幫到大家 例如我按進去 Electronics 裡面就有很多那些 行拍、喇叭、電腦仔 這樣可以幫到大家放在PowerPoint上使用的 我們現在先試一下 例如我要說一下 我們未來會用Mobile Phone去做事 有張圖片過癮一點 你看到這張以為是2D 其實它不是 它是3D來的 哇 馬上轉得到 是不是很容易呢 是 不過今天我們不是說用別人的3D 所以大家這個 大家都可以去玩的 記住是insert 然後3D model 但是一按下去 它基本上會去到3D Remix 那我們怎樣可以用得到我們自己的3D呢 就是按了3D model旁邊的小箭墜 from a file 我把檔案放在場面 就是這個 一隻光 那3D很快就出來了 我們可以 拉大它 然後調整你想要的角度 可能這樣吧 這樣吧 就可能做一個 introduction 這樣吧 test 3D in albon 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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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copy 了過來 原來 我們可以令到它 很漂亮的 我們現在調到另一個角度 當然 鞋當然 看相片的鏡頭 我們當然是 扭回相片的鏡頭 先把鏡頭 看住了 我們原來 在這個按的時候 可以把這隻鞋扭到這個方向 我們原來有一個叫Transition的Morph物體 平時我們這些過場只是閃一下 Fade Out 都不夠厲害 我們用Morph 怎樣玩法呢 哇 你看 馬上會轉動的那隻鞋 那是不是換言一身 一些客人看看這個PowerPoint 原來會動的 是不是很過癮呢 那不要緊 我們現在再試去更加多的角度 那我們來個正面 我們再來個頂視 我們去試一下Zoom大它 Zoom的話 如果我們這樣的話 就會頂住了 下不了去吧 不要緊 這樣Zoom Out 好 我們想玩這件事的細節 鞋帶 看看可以不可以 按了其他一些 這樣 然後呢 我們再看看它的內側 內側有點尺尺 修圖 縮小 縮小 再看看 後面 後面看看 看看 看看 形狀 基本上沒有什麼 小鈴鐵 去記 基本上就是用 按鈴鐵 和中間的 一顆東西 去轉動 用這些 點點 去複製 去放大 小鈴鐵 我們全部把它調成 模範 原來全部都是模範 那肯定很好看 放大的時候 我們看到 我按 Space 首先 Side View 然後 正視圖 哇 很厲害的 動動 R-Point從來沒有那麼厲害 真的 展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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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這麼多View 已經這麼震撼 原來可以更加震撼 原來 我們可以 先說一句 Presentation 有用之外 我們是可以將它成為 我們的 修圖工具 那 不是應該說修改 即是可能 Present 給 Designer 聽 我想有什麼 去修改 的東西 其實我們有一個 叫做 Draw Draw with Touch 的工具 其實我們可以 做一些 留言給它 例如我們想 這個鞋 這個部分 高 省高一點 我們可以 跟Designer說 我想要高一點 當然我就畫得不太漂亮 希望大家可以 畫得漂亮一點 可以放一點 我想 基本上 你可以在這裏給留言 我想要拋出一點 這樣 這樣 來 撿撿個型 或者這個 我想高一點 然後這樣拋回來了 喂 太誇張了 對嗎 就這樣 是 可以 撿多一些東西出來 好像有型 對嗎 這裡 可能 夾腳一點 像是隱者的鞋子 我們可以在每一幅 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 adjustment的 東西 對嗎 畫了之後 其實 它不會說不見了 這些3D格子 其實是 Polygons 的問題 絕對不關 這個Designer 不想做得很漂亮的事 其實3D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你不是 起了格子 的話 那部機應該都 開不了你的檔案 和檔案花會很大 所以 在這些3D的 就是 PowerPoint 3D上面 就不要太高了 希望大家明白 但是 你出了這麼多要求之後 其實 這個 製作者會盡量滿足你的要求 那 那 待會出來 是可以很漂亮的 不是只有 這麼 簡單的3D 雖然已經很漂亮了 但是它可以更漂亮 再放一些 質感上去 那 我們剛才也給了很多 這些紅線的留言 當然你可以 可以不斷指出 你想怎樣怎樣怎樣 對不對 那 不要緊的 我們現在看看 究竟出了留言之後 的 打碰碰碰是怎樣的 它的線是會出來的 那你可以 在上面去做修 去告訴 那個Designer Tank 想那些 位置 是怎樣 修改 每一版都很漂亮的 展示出來的 相信這個功能 對 Manager 或者Designer 想 教 就是 告訴 Engineer 他想怎樣修改 3D 很有用 所以 今天 多謝大家收看 我的 PowerPoint 使用3D 的 演示 多謝大家 拜拜